欢迎收听小婷姐姐讲故事 如果不理发 明依刚踢完球,头发乱乱的,身上散发着臭臭的汗味 小美说,明依,你这个样子好酷哟 真的吗?幼儿园里最美的女孩夸我了 明依激动地跑进卫生间照镜子 镜子里的明依,脸蛋红红的,头发有点长,有点乱 难道这就是女生说的男子汉的味道? 明依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一路哼着咸淡抄人的歌回家了 明依,先洗澡,一会儿妈妈给你剪头发 男孩子的头发不能太长了 妈妈的声音从厨房穿透进了浴室 我绝对绝对不剪头发 明依摆出男子汉的气势 好吧好吧,随你吧,后果自负哟,男子汉 妈妈就这么草草收兵,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明依感到自己的能量满满的 男子汉明依打败了狮子座的妈妈 耶,太棒了 嗨,小美,早 明依遇到了小美 小美微笑着看她 明依心里美滋滋的 原来男孩子留长头发,很吸引女生 明依也该剪头发了,你都快成草娃娃了 妈妈催促道 我绝对绝对不剪头发 明依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唉,妈妈一点也搞不清潮流方向 今天运气真不错 一出门就看到了小美 明依甩甩头 恰恰一阵风从后面吹来 明依的头发在风中炸开了 小美笑着说 明依,你的头发像狮子 像狮子,很威风呀 小美又夸我了 呦呦 明依兴奋地跳起来 明依发现 头发越长,回头率越高 她数了数,上学路上 一共有十四个人回头看自己 明依甩甩披肩长发 得意地往前走 这位女同学,请问你 背后好像有人在说话 明依回头,发现一个女生惊讶地看着她 啊,不好意思,我把你错看成女生了 女生红着脸道歉后跑掉了 明依还是很生气 头发在风中根根飘着 明依喜欢长发 喜欢踢球 但是不喜欢洗头 时间长了 头皮好痒 明依不停地用手在头上挠呀挠 天哪,这是传说中的狮子吗 明依看着手指甲缝里的小尸体惊叫 我的头发里还有什么生物 明依好奇地又放大镜查看头发 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微观的重重世界 明依成功地坚持到长发起 从背后看去还有点先锋倒鼓的味道 明依,你身上有股死老鼠的臭味儿 滑滑梯时,小美一边说 一边捂着鼻子跑开了 夜里,明依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梦里有一个长发怪在追她 明依吓醒了 迷迷糊糊地去卫生间 喵 猫咪尖叫一声逃了出去 明依看到镜子里有一个可怕的无脸怪 长发遮脸 怪不得猫咪会被吓跑 明依自己也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到了 踢足球 明依要拎着几斤重的头发奔跑 跳远 跳远 明依感觉头发在往后拽自己 跑步比赛 明依提着头发 费力地跑了个倒数第一 最可怕的是跳绳 长头发 长头发和绳子绞成了一团 明依心情糟糕地回到了家 梭在房间里不愿意出门 每个人都把我当怪物 连小美见了我也躲得远远的 明依大哭起来 明依 我喜欢短头发的明依 妈妈说着 拿起剪子咔嚓咔嚓捡起来 这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我也喜欢干干净净的自己 明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一早去上学 明依碰到了小美 哇 明依 你这样子好帅哟 小美冲着明依笑着打了招呼 原来是这样啊 明依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跟小美一起去幼儿园 小朋友 我们应该按时理发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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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吗 对吗